大家好,又来到油麻地新闻简报 我是你的主持人大佬B 今天会讲几则新闻 包括消防员偷拍女队长洗澡春光 见到标题都够引人入声 但内情其实都几让人诈舌 稍后就和大家看看 另外也会分享一则养生的资讯 一晚五次,其实是因为身体有部份出现问题 想知怎样去保健,就要留意以下的内容 最后也会和大家看看香港人北上消费的情况 香港可以怎样自救 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 正式开始之前,当然也要老规矩 希望大家可以like我们这条片 喜欢我们的channel,请你subscribe和按个小铃 还有我们的社交平台 包括Facebook和Instagram 最后就是我们娱乐油麻地的Facebook群组 好,我们好需要你的支持和like 令到我们的讨论更加有意义和价值 昨日在2024年6月13日 就在香港01新闻看到一则这样的报道 消防员值班的时候偷拍女队长拿看 被揭役偷拍女职员遇刺,认罪后判 我们马上看看这一则的新闻内容 消防员涉当值期间 在消防局里偷拍女消防队长洗醋后抹身的情况 女队长发现被偷拍后 马上尖叫消防员立即离开 但女事主认出她的手机后报警 警方经过调查后 在消防员家发现了7段偷拍影片 发现除了她偷拍过女消防队长外 还偷拍了另一名女职员遇刺 包括她更换卫生巾的情况 消防员在今天2024年6月13日 就在粉岭法院承认偷窥等罪名 裁判官将消防员还押 并且将案件押后在7月4日再判刑 被告张国震32岁 报称是消防员 承认了7项窥淫和1项非法拍摄及观察私密部位罪 女队长X在2023年9月13日晚上10点多的时间 就在某个消防局的浴室洗醋 X洗醋后抹身 发现有行透过门下面的空隙 将手机伸入浴室偷拍 X见状马上尖叫 穿着衣服后离开浴室 已经不见了偷拍者 但他将事件告知助理分区队长 警员因此接报到场 并检查被告手机 但未有发现 为X已经认出被告手机和偷拍他的电话相同 被告因而被捕 警方搜索被告的住所 发现一只USB手指 并且在USB手指中 看到他早前偷拍的七段影片 X和消防局工作的女职员Y 都分别认出他们是被偷拍的人 这七段影片中 其中一段影片 在2023年1月至8月期间拍摄 拍摄到X洗澡后 用毛巾、抹身和穿着衣服的情况 亦有拍到X裸体的情况 至于其他六段影片 就是在2021年9月至2022年7月期间拍摄 全部都是拍摄Y的 其中五段是拍到他在刺隔小便 亦拍到他更换卫生巾的情况 有一段影片在局内的办公室拍摄 是偷拍到Y的裙底和内部 辩方求情时 指被告工作记录良好 案发时月薪3.2万 属于职位的顶身 评合报告 亦指他以处任将被晋升的纲位 将会推荐晋升 但被告自案发后休假 面对纪律聆讯自然会被隔职 并且失去33万的强职金 此外 被告和拍拖12年的初恋女朋友 本身准备结婚 两人亦因为这件事而分手 辩方有指 被告没有将涉案的影片上载 或传送给其他人 他在被捕后已立即求医 医生指被告因为工作和女朋友关系 幻想抑鬱症 辩方希望裁判替被告 索取社会服务令报告 被告愿意在等候判刑期间放弃保释 裁判官最后决定替被告索取背景资料 精神和心理报告 将判刑押后至7月4日期间被告还押 这里亦会见到案件编号 教一教大家 如果有时我们看到新闻 在最后一段一般都会有一个案件编号 如果你想知道多些细节 或者看到判案书 亦都可以在网上搜索这个编号 便会有完整的法庭判词 我们这宗新闻是关于纪律部队 纪律部队在香港人或一般市民的心目中 当然对他们的要求比较高 纪律部队人员犯案都会带来恐慌和社会的不安寧 所以真的要好好地管理好自己 年轻的就要管理好自己的肉体 如果比较成熟的一族就要管理好自己的身体 我们马上看看下一集关于保健和健康的资讯 我有点挂羊头卖狗肉 借了可白张照片 因为他很高调地说自己一晚五次 但大家都知道一晚五次很大机会去洗手间 如果一晚五次的确令人非常困扰 我们看看如果有这些情况 是因为身体哪一部分出现问题 响起警号 尿频不清五十岁以上的男士半数前列腺肥带 四大食物会增加风险 减低症状可以看看以下四招 这件事应该都会困扰不少都市香港人 因为我们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 经常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慢慢就会出现警号 前列腺肥带是男性的常见疾病 不单止对日常生活带来不息和困扰 如果不及时治疗 严重者甚至会导致肾衰竭 虽然这是被认为和退化有密切关系的疾病 不过有研究发现 有些特定食物会影响前列腺肥带的机率 马上看看 前列腺又称为攝护腺 中间位于膀胱之下包围着尿道 主要的作用是分泌精液 以混送精子 成年后体积就会固定 随着年龄增长和荷尔蒙变化会逐渐变大 因而压迫尿道 就会导致排尿困难 男士浅烈腺肥带的情况相当普遍 有人年过40已经出现相关症状 病发率会随着年龄逮增 根据医管局的资料 香港51岁至60岁的男性 有50%都出现前列腺肥带的情况 如果70岁以上就有70% 甚至如果80岁以上 几乎90%以上的男性 都会有前列腺肥带的问题 这个非常应景的图片 小便增加的话 即是频频夜尿一晚五次那些 就是其中一个警号 第二个就是挂尿佛力 尿量少且断续 小便之后滴尿或感觉仍未排清 这些大家就要注意一下 但放心 也有一些饮食的法质可以医秦 茜叶腺肥带主要由于荷尔蒙的转变而引致 不少研究发现 饮食习惯亦可能导致病发 有些食物会提升患病的机率 男士们不妨由饮食入手 及早对抗这类男性常见的疾病 早餐时都会吃面包、鸡蛋 一般都认为是一种健康的食物 怎知原来会令前列腺肥带风险增加 第一点要注意的是 要减少食穀物和肉类 一项针对1369名接受 茜叶腺肥带手术治疗的患者 及1451名比对者的比对研究 得出了结论 原来患有茜叶腺肥带的男性 涉入穀物、面包、鸡蛋、肉类都比较多 研究发现食了大量豆类、蔬菜、金骨类水果的人 反而不太出现茜叶腺肥带的问题 所以要留意吃多些豆类、蔬菜和金骨水果 第二点可以留意的是 要摄取三种重要的营养素 一份发表于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的研究报告指出 臨床数据显示 食用富含β、胡萝卜素、叶黄素 和维他命C水果和蔬菜的人 湾浅腺肥带的可能性一般都比较低 哪些有β胡萝卜素成份的食物可以去吃? 当然有红萝卜、南瓜、菠菜、西瓜、金骨等等 而叶黄素就有菠菜、牛油果、干梨和小松菜等等 至于维他命C很容易接触到 有椰菜、西兰花、士多啤梨和奇异果等等 而同一个研究亦表明 原来吃多些洋葱和大蒜 亦可以减少问题症状 而不饱和脂肪酸 亦可以在植物和乳类方面大量摄取 虽然体内不能合成 但我们吃东西就可以得到 不饱和脂肪酸 降低坏胆固醇的能力非常出名 有数据表明 不饱和脂肪酸 亦可以有效抑制量性前列腺增生的发生 包括一些油类 例如葵花籽油、芥花籽油、橄榄油、葡萄籽油等等 以及坚果 吃多些Nuts都是有帮助的 最后鱼类方面 高居榜首的就是三文鱼 其他是我们中国人常识的 黄花鱼、银雪鱼、苍鱼、红山鱼等等 都是有不饱和脂肪酸 最后一件事 当然要喝多一口水 喝多些水令身体更好 和血液循环 代謝力更高 绝对有帮助 看完这些食物 一连串的健康食物 都是代表我们平时多些自己入厨 或者吃健康安全的食物 都对自己身体绝对有益 最近有一间餐厅 就面临结束营业 这间不知你有没有去吃过 就是鱼米家 米线店鱼米家即将结业熟客不舍 店员探港人不想 令生意少了一半 如果我们可以多些留港消费 甚至买多些健康食品 在自己家里煮的话 当然会健康很多 还可以促进香港经济 我们看一下鱼米家的情况 米线店鱼米家 在香港最后一间位于大角咀的分店 今天即2024年6月13日 传出结业消息 门外张贴了一张结业通知 指因为租约期满 最后营业时间到本月23日 有店员表示 早两天得知结业的消息 但原因不长 薪金每月都会准时发放 亦没有欠新的问题 但留意到生意额明显大减 相近差不多没了一半生意 估计港人不想消费 这是一个主因之一 通关之后更差过疫情 熟客就不若而同 对于结业感到不舍 有24年历史的米线连锁店 鱼米家鱼汤米线大王 在全盛时期 在香港有10间分店 但店铺陆续结束营业 最后一间大角咀的分店 亦即将有结业消息 我们见到 晚上6点半的时候 记者观察现场 在商场本身已经人流不多 而且店内只坐了 仅仅三分之一的客人 人流非常稀少 而楼面有两位侍应 而鱼米家工作了近8年的王女士表示 知道分店结业的消息 未知实质的原因 但表示没有欠伸的问题 但生意额由一日2-3万元 减少到最多只有18000元 相差三分一甚至一半生意 香港人不想消费 明显就是一个主因 这间米线 传统味道和香港人怀念的口味 在这里又要画上休止符 大家在趁它结束营业之前 如果喜欢米线的味道 就要多多帮衬 但这也是一个短期的帮助 长远来说 北上消费对香港人的影响真的很大 我们看看最近的图表 2023年10月起逢周末和年价 北上和南下的比较 我们可以看到 蓝色的截线就是北上的人数 至于下面红色的截线就是南下 有其他大陆游客来香港玩的情况 明显看到北上的人多很多 而刚刚在过去黄金周 甚至记录到有超过35万人 经过不同口岸去内地 你看到人数非常夸张 很多资金因此而流向北面 我们长远如何鼓励到香港人 在流港消费 甚至吸引到多些旅客 政府都不是没有工作 例如在近一年 推行了很多文化和城市活动 例如上一段影片 说过的S2O 潑水音乐节 还有Cock and Flap 都已经在香港搞了很多年 越来越多巨星来到香港 还有不同的明星演唱会 Art Basel一些艺术节等等 这些都是可以吸引到游客 不过都是类似一些文娱和康乐类别 如果未来想多些经济可以流入 似乎零售业就要再加把劲了 在这里就祝福在香港做生意的朋友 都可以越赚越多钱 慢慢可以上回轨道 鼓励多些人来到香港消费 令到大家生意兴隆 盆满勃满 今天就说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你们给个like我们 最好subscribe我们 还有follow我们的社交网站平台 当然不少得 还有娱乐油麻地的Facebook群组 我们下一条片再见 拜拜